歡迎收看蘋果娛樂一週 大家好我是靖倫 我是王金如 是的網路上的朋友們 大家好啦 又變廣東腔了 對對對 因為我們在網路有很多不同國際人 可以看得到 對我們現在是投計畫來 英文 英文喔 對啊 Hello everybody I'm 金如 來日文 ありがとう 來韓文 韓文不知道 還不錯 我不知道好邁向國際話喔 嚇死我啊 俄文 因為從今天 不會喔 不會 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就會在一電視綜合他 還有一電視的官網上面 跟大家見面囉 是的 也講到Keyword了 歡呼聲勢的 今天我們請來的特別來賓 阿咪老師 我們的咪哥 阿咪老師 一樣耶 對對對 他今天幫我們做音效 只要我們有講對Keyword的話 就會耶 說錯的話就不 那應該不在你身上比較多 沒有 不是這樣子 耶 他支持你這句話 我走了下個禮拜不來了 欸 聽到了嗎 聽到了嗎 下個禮拜不來了 好吧 可是下個禮拜好像也不是我 來這招 沒關係啦 馬上來看一下這次的蘋果 搶看一周 現在才知道為什麼今天是你來 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喬喬呢 喬扮成那個景觀到別的地方去了 是他外物繁忙啊 是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娛樂爬爬夠呢 去看到無客群呢 是 封街演唱會的幕後花絮了 沒錯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蘋果娛樂新聞的APP 你下載了沒有 是的 因為呢 上禮拜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不論你在等公車生小孩 或者是無聊等吃飯什麼 等廁所有生意的時候 等下班 你都可以下載 等你找到男朋友也可以 要等很久 每天都沒有電了才會 沒有沒有很快很快 注意很快找到男朋友 好 這不是重點啦 這是重點上面非常多的資訊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觀看一下 是的 不囉嗦馬上進入我們的eNews單元 這個星期的新聞非常的精彩 沒錯 到底第10名到第1名有什麼好新聞呢 我們現在看第10名到第8名的新聞 本週第10名 BABY 眨眼敗了3.6萬的名牌鞋 在威尼斯交接今天 哎呦卡不夠刷 本週第9名 Jana穿比地消暑 竹浪烈焰做春夢 你今天是怎麼了 我搭配那個情景啊 這好我刷卡要這樣嗎 要這樣子刷嗎 好 真的很羨慕的FU啊 真的很羨慕 雜一下就花了3.6萬 這已經是更高一檔的耶 你知道 他連就是出門都不用帶錢 直接靠經紀人隊友 他也不用帶 哪像我們零錢還要在那邊賺老半天 哪能比啊 蠻羨慕的經紀人呢 他竟這麼有錢 不過我懷疑經紀人的錢傳來 來自黃曉明那邊 真的嗎 有可能有錢 黃靜蘭我第一次覺得你這麼大膽耶 我一下以大膽為美 真的喔 大膽作風為美 好馬上看一下本週的第八名是什麼新聞呢 知道我們本週第八名就是髮型師Andy黃的新聞 不過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一則呢是第八名 不曉得耶 我覺得可能就是大家很想要知道 他到底如何髮妹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而且你知道很多藝人的名次可能還不一定可以衝到他那麼高 我是前兩天才看到他新聞播出來 今天馬上衝到第八名 我知道答案 為什麼 因為昨天呢我在網路看的時候 一看到Andy我就點 我也不知道是誰 所以一般人以為是Andy 下次要看清楚 如果有蕭雅軒 可能一點是F4那個蕭雅軒 喔不一樣的 所以要看清楚 好不好 好馬上來看一看本週第七名到第六名是什麼新聞呢 是的我們本週的第六名就是最近新聞鬧得很大的黃湘怡蛋糕店出問題了 冷凍蛋糕越描越黑了看一下 他們在9月3號的時候呢就被民眾爆料說他的蛋糕並非當日現做的 而且他弟弟呢還出來說蛋糕可以冷凍加賞味期一共23天 黃湘怡也聲明說他們從來沒有說過是當日現做的 臉書稱遭離職的員工抹黑 是的結果被批評呢 將錯呢推給下屬 那網友表示很多年去買那個店的蛋糕都會說 都會被告知說當日現做現賣的喔 結果被認為姐弟倆說法有點鬼打槍在欺騙消費者 是不過呢在9月4號的時候黃湘怡就有出來澄清說 表示大部分的蛋糕都是現做的 只有少數才是冷凍過後販售 結果被批完文字遊戲沒有誠意認錯 結果引發官網很多人呢就不要買他的蛋糕了 是的在9月4號呢他的弟弟就邀請媒體參觀他們的中央廚房 可是居然在售房前落跑了 這也造成了意外曝光蛋糕體呢 還有那個巧克力醬可以冷藏14天喔 老婆的行為也讓公司的形象大大受損 真的所以他們在晚上的10點多的時候 突然請公關公司發聲明告 這個時候大家已經放工了 所以沒有用 下班了啦 毫無幫助 不過講到這個 我想到以前我有一些親身經歷 怎麼說 我當過店員賣過那個起司 你賣過起司嗎 賣過起司還有火腿啦 對我有一天主管來看到那個起司 怎麼樣 旁邊有一點綠綠色的 發霉啊 然後把它切掉 切掉然後呢 重新包裝然後打今天日期 過兩天就可以拆過去 真的是爆出孽木耶 所以你還敢吃起司嗎 我還是會造詞 造詞那沒差 好啊 還是希望這個風波呢 可以趕快他們好好的處理 然後趕快過去啦 是的 下段回來呢 將可以看到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新聞是什麼 所以廣告別走開 歡迎回到 蘋果娛樂一週 是的我們蘋果娛樂一週啊 從今天起呢 可以在網樂通一電視的綜合台 可以看到啦 還有一電視的官網 在每個禮拜六的晚上八點鐘 就可以收看到你們的節目啦 記得要支持我們啦 是的 而且我覺得現在這樣真的變得非常方便耶 因為以前可能要鎖定電視機器門 可是如果你這個時間沒有空的話 就請拿起你的iPad iPhone 或是你的任何智慧型手機 隨時都可以看 然後上我們的官網就可以看 對 馬上來看一下本週 第五名到第四名的新聞是什麼呢 好呀 本週的第五名第四名就是SHE兩位的新聞囉 是的 恭喜Selina可以再搭飛機到 全世界最便宜的島 十月島 不要這樣嘛 他是為了公司體貼耶 不要去太遠 對 而且他是繼兩年後再第一次搭飛機 是的 而且Hebe沒有去 因為他到合體了 來不及過去很忙很忙很忙 挺有加就是那個反評一下 怎麼說 因為他旁邊是郭品超 然後呢 郭品超180幾 那沒辦法嘛 一定要踮一下腳對不對 男性的自尊 我有事也會嘛 對 自尊男性有幾個不能被觸碰的 男性的 身高還有一些特別的能力 對喔 對 就一些特別的能力喔 不想多說 髮髮 對 禿頭也絕對不能說好不好 OK 我覺得這是可以救的啊 禿頭比較難啦 好啦馬上來看一下本週 第三名到第二名是什麼新聞呢 等一下 是的啊 我們本週的第二名就是林志穎 她居然提前拿到iPhone 5的新聞 怎麼可能 這個3C達人爭議四起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因為其實呢 在10年的時候呢 她就已經有在微博PO 她左手拿iPad 右手拿她稱為是新玩具的mini iPad照 結果呢 那mini iPad到現在都還沒有上市 然後經紀人就說呢 林志穎當時開玩笑拿玩具而已 是 然後她在2012年5月的時候呢 就PO出了iPhone 5手機外殼 而且呢稱iPhone 5是間諜照曝光 結果呢 iPhone 5同樣的 也到現在都還沒有上市 對啊 不是說12號嗎 然後蘋果的那個聯絡人就回應呢 其實消息不實啊 是 而且她在9月的時候 她又POiPhone的照片 然後並稱 今天證實了iPhone 5的確 將變得更長 而且呢 疑似iPhone 5提前曝光 結果呢大家就在討論啦 轉載啦 那很多人懷疑她拿的是模型機 蘋果回應肯定不是真的 是 在2012年的時候 9月她在中國受訪的時候 提到自己是透過做手機軟件的朋友 拿到iPhone 5的樣機 真實的程度 八九不離十 是的 林志穎非常堅持自己呢 拿的是樣機 不是炒作的 那蘋果也回應了那個 非官方的報導都無法評論 是啊 她為什麼那麼堅持就是 而且這明明是2號才要上市的啊 我實在不太了解很多人撤夜啦 還是熬夜 或者是到別的國家去買最新型的手機 對而且她一直很喜歡走在3C產品的前端 然後就很多事件會被懷疑 可以得到什麼 一些優越感 不過有一個壞處就是 如果早一點買的話 比別人還要貴一兩倍 我現在比較期待12號 是因為你知道我現在趕快一直不斷的提醒JR 就是你知道iPhone5已經快要輸了 所以林志穎這麼快PO出來 她嚇到 她錢她沒有籌到有沒有 好啦 我就等我iPhone5拿到來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緊張的來了 我們來看我們今天的本週冠軍新聞是什麼 我們的冠軍新聞就是很受到大家關注的 亞東二人組 恭喜Alba 恭喜震東 這件事應該不需要恭喜吧 沒有 是真愛 真的是真愛 是 而且我覺得就是其實就是這件事啊 他們在你知道很甜蜜蜜的時候被爆出來 就是雙方應該都不是太好受 而且我覺得過去的事情就讓他過去吧 就讓他過去吧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追究了 震東他那個事業才剛起步 所以絕對不是向前看 是 就還是希望他們可以農情蜜 好好的一起再走下去囉 是的 下段就是我們的音樂電影排行榜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 等一下回來 哇 其中裡面呢就有一位 我自己本身就已經很注目她的一位女藝人 哪一位 就是我們的酒令 蔡依麟 是的 恭喜酒令 這禮拜那是第三名 然後這禮拜馬上就衝到了第二名 是的 但是其實你知道嗎 她還沒有發片欸 呦 她什麼時候發片 她到下星期9月14號才會發片 然後就已經這麼多人就是非常期待她的唱片 大家這麼討論還有期待她 其實在我們的蘋果娛樂新聞的APP裡面 她也是最受期待的還沒發行的專輯之一喔 來看一下 如果妳到我們的APP 然後妳點娛樂排行榜 然後再到音樂排行榜 妳就會看到那個未發行專輯的期待指數 是的 點一下 哇 第一名 第一名 蔡依麟 大藝術家 而且緊接著呢也有宇宙人啊 顏角還有張雲基 陸陸續續也快要發片了 是的 敬請期待喔 而且我還發現就是我們的那個排行榜當中啊 就是有第三名第四名也是最近非常夯的西立人機 他們的電影原生袋 大家也都非常的矚目耶 不過說到電影呢 還是趕快來看一下我們的電影排行榜吧 是的 我們上週末呢有前五名有兩部芯片耶 真的 而且其中剛剛看到的那個羅馬浴場喔 我自己覺得還滿有趣的 因為它其實是那個日本的漫畫改編的 而且以前啊 以往都是很酷酷帥帥的阿布寬 它這一次在裡面居然扮演一個搞笑咖 而且呢還全裸 是背部全裸啦 嚇一跳 背部全裸 在浴場嘛 洗澡一定是全裸 所以票房五十一因為大家以為會脫框框 對 五十一日幣相當台幣十幾億耶 太多了 這一部一定要看一下 喜歡喜劇的朋友 你就可以把它列入你的名單內囉 是的 接下來蘋果放電影 是什麼電影呢 這部電影從第一集引到現在第五集了 而且第一集是在2002年的時候 它的女主角從來都沒有換過人 算很大 到底是誰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電影 我都看傻眼了 你不要幹嘛變這樣 而且你知道我剛剛看到那個莫斯哥紅場啊 整個超壯觀的很像那個明天過後的場景有沒有 對 它的畫面很3D很棒 真的 而且因為他們在俄羅斯這一次取景 所以連那個殭屍都變成俄羅斯軍官 很期待 而且裡面還有李彬彬飾演 它絕對不是一個小咖在裡面 那當然 裡面有很多很多台詞給它講的 對不對 這部片好令人期待喔 是的 下段回來我們的娛樂爬爬夠 我們的橋警官巧巧 到底要幫吳克群喬些什麼呢 廣告別走開 是的 時間很快到了尾聲啦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在每週五的下午 兩點到週六的晚上七點 一定要上我們的臉書 預測我們的冠軍新聞 就有機會可以拿到很多獎品喔 幹嘛 妳有沒有看到 眼大 不是 我看到了 只快要流出來的眼淚 幹嘛哭啊 下個禮拜老黃就要回來了 真的很感傷 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我們下個禮拜見 Bye Bye